Hello大家,欢迎回来 好久不见 前段时间我一直是在travel 所以也没有太多时间给大家录视频 这段时间我也积累买到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就先从一只爱马仕的包包开始吧 这只包是我大概几周前拿到的 之前有跟我的South说我想要一只浅色的包包 之前拿到的包颜色都比较深 然后它给我这个颜色我还挺开心的 是我挺喜欢的一个颜色 然后扣子和尺寸也是我喜欢的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包回家了 那我们话不多说就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吧 那这只包是我从电影拿回来之后 还真的是没有打开来过 所以今天在这里一起和大家开箱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 这应该是它的那个carry booklet 好 这个其实包包本质 那我买的是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包的 对我买到的这个就是一只 这个拿下来 奶昔白的康康 然后配的是金扣 是19这个mini这个尺寸 真的好美啊 然后是Epsom皮 对就是这个样子 真的是仙女包 那我之前的那个康康呢 是一个无夜蓝的颜色 而且它是evercolor皮 那这个Epsom皮的话 可能就会更扛躁 对我觉得太美了 好喜欢 那这款包包呢 它里面是长这样子的 也是中间这里有一个隔层 但是它这前面呢 是有两个小的这种口袋 有一个稍微大一点 有一个稍微小一点 因为这个是新款嘛 所以它里面是附镜子的 那这个 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小镜子 它两面都是镜子 但是我这里 它上面包了一个保护膜 所以但是它是一个镜子来的 然后放回去 就是这样子 那个老款的话 它前面就只是 就是不是两个 是一个大的那种口袋 现在分成了两个 然后一个放了一个镜子这样 然后其他都是一样 然后它的烫字在这里 对 所以这颜色确实是挺好看的 我还挺开心拿到这个颜色的 非常感谢我的扫子 我刚刚把我的另外一支康康拿出来了 那这支是这种 看起来镜头里看 它好像是黑色的 但是它是特别深的蓝 它是那个午夜蓝 那个颜色也是配的进口 这个 这支是 Evercolor皮 那我新拿到的这支是 Epsom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纹路的话 还是这个Epsom皮 可能比较 好打理吧 感觉 是这样子 然后这支旧款的话 里面是没有镜子的嘛 然后它也是有两个隔层 后面这个稍微大一点 前面这个稍微小一点 然后前面就是一个 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口袋 那个白色的里面就是两个 里面附一个小镜子 其他都是一样的 但是那个新款就多了一个镜子 好像就比这个要贵了 贵了挺多 它的外形都是一样的 所以 这是两支 都还挺好看的 那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这支包包的上身效果 那这支呢 就是我最新拿到的一支康康啊 所有的颜色扣子和尺寸 都是我最喜欢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也算是完美的一支包了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尽快拿到自己心仪的包包 那今天这支视频呢 就先到这儿了 下一次想和大家做一个购物分享的视频 来分享一下我最近买到的一些东西 也包括爱马仕的一些配货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吧 拜